帶您來看到臺中豐原 曾經是臺灣漆漆外銷的重鎮 但是隨著產業的凋零 漆漆職人只能在艱困中守護這項產業 而有年輕世代的漆漆家陳永昕 他已查到結合漆漆 試圖闖出新路 另外還有高齡86歲的漆漆家陳清輝 他傳承父親的精神 守護傳統工藝 這個是一個圓盤 就經過雕刻 把這個線 就算是一個很簡單的浮雕而已 這個總稱 這個工作的名稱叫紅蘭 這個圖籠就是一般都是以臺灣的水果 像鳳梨 像現在是畫一個鳳梨 有時候畫香蕉啊 講起漆漆 滔滔不絕 他是臺灣著名的漆漆家陳清輝 即便高齡86歲了 仍能夠精準拿捏力道 替我們一筆一畫勾勒出 具有臺灣風土民情的蓬萊圖 一九七零年代 臺灣漆漆一年外銷的產值 多達七至八億元 其中九成以上產自於楓原 當年的榮景 歷歷載目 楓原作為臺灣的漆漆之鄉 全盛時期這裡的七七工廠 多達五十家 如今卻僅剩下十一家 而且有許多都已經不再量產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得更仰賴年輕世代的創作者 守著這項視為的產業 這個年紀比我大 在我還沒有出生之前 那爸爸就很辛苦 像這種機器啊 都是先給人家借 那麼重又要還給人家 然後就慢慢的有賺錢 然後才買二手的 所以我老爸都很習慕 這種舊的東西 他就不捨得丟掉 即便爸爸離世了 家裡的七七廠也不再運作了 他仍用自己的力量 堅持守著父親打拼了 一輩子的產業 日本的湯匙 它很多小湯匙 那他們在使用的習慣上面 拉麵的有拉麵的湯匙 喝咖啡有喝咖啡的 可以看看這個外型 好像我們在日本料理 常看到的這種個人的勺子 那早期啊 都是木頭跟竹子的結合 像這個撩湯的部分 這是木頭 然後這個是用竹子的 古婆的木湯匙 目前難得還外銷日本 為了更上一層樓 陳永馨 存赴日本七七公益文明的 岩守縣 研習了三個月 打開了他的視野 現在他也特別在工作室內 打造七七空間 每個擺設都結合了 七一美學 七七會沒落 可能是以前都是以產業為主 那產業的話 有可能是因為 日本的需求沒有那麼多了 所以沒有什麼訂單 那我覺得七七它是好東西 應該是不會失傳 那好東西它有它的一個特色 那就是說它的一些美的本質 然後結合一些好的氛圍 然後能跟自己的生活結合在一起 傳習與創新 試圖替七億找尋更多的可能性 台灣的七七之鄉 這些職人們的守護與堅持 正跨越不同世代 匯聚彼此的能量和動力 盼能奉獻一己之力 振興傳承百年歲月的奇異之美 華視新聞顏沛魚如松柚 專題報導 謝謝大家